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海外宣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 大陆综合消息 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 首先请听时事新闻 普天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 1992年5月13日 李洪志大师将法轮大法公开传释 以真善忍的宇宙法力 净化人们的身体和心灵 向世人指明了一条修心向上 反本贵真的修炼大道 给亿万法轮功修炼者 以及家庭社会 带来了祥和美好 法轮大法从中国长春传出 至今洪传至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上亿人修炼 获得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升华 5月13日是宇宙新生的日子 是众生得救的日子 2020年5月13日 是第2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即法轮大法洪传世界28周年纪念日 也是法轮功闯使人李洪志先生 69岁华诞 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 及明白真相的世人 给明慧网发送贺信贺卡 表达对李洪志师尊的无限敬仰和感恩 中国大陆学员与民众的感恩 从新疆到广东 从黑龙江到云南 来自中国大陆30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大法弟子 恭贺师尊华诞快乐 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用最质朴的语言 表达对师尊无尽的感恩 表达要精进实修 要以慈悲和正念 向世人讲明真相 加倍珍惜这万古机缘 做好三点事 多救人 吉林省大法弟子说 感谢师尊佛恩浩道 把我这个满身业力的生命 从地狱中捞起洗净 告诉我一直在苦苦寻求的人生意义 践行着真善人宇宙大道 走上反本归真之路 让我沐浴在大法中 修炼成为一个全新的生命 北京司法系统大法弟子说 生逢末节时 幸运师尊 红传法轮大法 使弟子免遭地狱之苦 同时还让弟子有机会 注施正法救度众生 师尊的佛恩浩荡 弟子无以言表 唯有扎扎实实地 按照师父的要求 多学法 认真做好三件事 走稳走好师父安排的每一步 珍惜剩下不多的宝贵时间 兑现事约 不留遗憾 中国医疗和卫生系统大法弟子说 今年以来随着中共病毒快速蔓延全球 我们感到离政法结束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同时也看到救人的艰难 我们牢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 理智智慧讲真相多救人 兑现事约 黑龙江大法弟子说 作为大法弟子 在当前更要做好师父要求的三年事 走好修炼路 珍惜师尊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修炼机缘 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师尊对所有众生的无量慈悲 辽宁老年大法弟子说 师父您辛苦了 我们老年学法小组的全体大法弟子给您磕头了 请师父放心吧 我们老年大法弟子一定要跟上您的正法进程 面对常人的各种人心 磨练自己的心性 提高自己 兑现史前事约 成为一名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山东大法弟子说 在目前灾难四起 瘟疫泛滥的危机时刻 弟子更知道时间的紧迫 救人责任的重大 从中我们也找出了很多过去意识不到的不俗 我们也正在冲破地域和网络上的层层封锁 以各种方式抓紧时间救人 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四川大法弟子说 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与保护 师父 您为了我们大法弟子和所有得救的众生日夜操劳 真的是太辛苦了 弟子们再次叩拜与感恩 永远的感恩 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我们万分的幸运 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 上海大法弟子说 谢谢师父 谢谢您的慈悲救度 无论修炼的路还有多远 弟子们都会谨记师尊的教诲 遇事向内照 学好法 修好自己 努力做好三件事 跟师父回归真正的家园 内蒙古大法弟子 把最诚挚的祝福与问候 谣记给师尊 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 感恩师尊让蒙古族人 喜得大法 云南各族大法弟子表示 在最后的时间里 一定不被外界行事所带动 努力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 向内照修好自己 讲清真相多久世人 安徽省淮南市寿县 一大家族中的兄弟姐妹大法弟子 携明白真相的老少四代67人 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生日快乐 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湖北新德法的学员说 弟子在生命垂危之际 在医院及家人都放弃之时 有缘成了师尊的弟子 从此身体无病亦身轻 生命得以延续 弟子跪谢师尊救度鸿恩 海外学员的庆祝与各界祝贺 来自全球五大洲 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 不同肤色 与不同语言的大法弟子们 以最美好诚挚的心 表达共同的心愿 恭祝师尊生日快乐 恭贺法轮大法 红传世界28周年 感恩师尊 对弟子与众生的慈悲救度 美国纽约大法弟子表示 在政法最后关头 仅跟师父政法进程 学好法 进一步讲清真相 助施救度更多人 俄罗斯莫斯科大法弟子表示 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期 在这人类历史的关键转折点 和众生期盼得救的重要时刻 弟子有机会兑现自己的使命 深感无限荣耀 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9日 聚集在首都斯德哥尔摩 玉金香盛开的皇家花园 用演示功法 真相展板 交流修炼体会等形式 与民众一起分享 修炼真善忍的美好 感恩法轮大法给他们带来的身心巨变 同时继续向世人揭露中共 造谣污蔑法轮功的七十谎言 在澳洲土生土长 现居悉尼的约翰·戴勒 是参加1999年5月悉尼法会 有幸聆听师父讲法的学员之一 他说 当我聆听师父讲法时 我立即明白了 他是一位来到这个世界上 救度众生的名师 法轮功是一种 人人都能从中受益的功法 因为师父开示说 宇宙的特性是真善忍 让我毛色顿开 那么无论你是富人还是穷人 无论年龄大小 男人或女人 或者你来自什么文化背景 都可以同化真善忍 所以我感到 这是能让我们回归宇宙 真正家园的关键所在 澳大利亚越南社区 新南威尔士州主席阮先生 在第2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来临之际表示 请向所有在世界各地 传播这美好价值观的 法轮功学员 致以节日问候 仅向李洪志先生 致以生日祝福 越南社区将永远陪伴法轮大法 并提供权力支持 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 告诉更多越南社区的人们 截至5月8日为止 13位纽约各界政要 发来褒奖和贺信 赞扬法轮大法给世界 带来的美好和福祉 宣布2020年5月 是法轮大法月 纽约联邦国会议员 李泽丁 发布特别认可证书 表彰法轮大法月 庆祝28年来 真善忍信仰 对社区的卓越和宝贵的贡献 纽约州首府奥伯尼尔市市长 凯西施汉颁发褒奖 宣布2020年5月 是奥伯尼市的法轮大法月 市长凯西施汉在褒奖令中说 我恳请奥伯尼市居民和我一起 肯定这一和平的修炼方法 祝愿所有法轮大法修炼者 世界法轮大法日快乐 生活健康愉悦 美国宾州和德拉华州 十多位联邦及州级政要发出贺信 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 其中包括宾州联邦参议员帕特里克·图密 宾州联邦众议员迈克道尔 宾州联邦众议员德怀特·埃文斯 德拉华州联邦参议员托马斯·卡珀 德拉华州州长约翰·卡尼和副州长贝瑟尼·霍尔隆 共同签署的法轮大法日公告 公告说 我们特此宣布2020年5月13日为德拉华州法轮大法日 并敦促所有民众都尊重那些修法轮大法的人 并了解法轮大法所带来的巨大的身心健康福祉 宾州联邦参议员贝瑟尼·霍尔隆 颁发褒奖信 纪念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红船世界第28周年 德拉华州联邦参议员托马斯·卡珀在贺信中说 在庆祝法轮大法精神修炼诞生的同时 我们不能忘记在中国受到中共政府强拆器官的150万法轮功修炼者 我衷心地希望有一天 中国的法轮大法修炼者获得合法自由修炼的权力 美国休士顿市长希尔维斯特·杜南为此颁发褒奖 赞扬法轮大法给人们带来的福祉 并宣布2020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 德州大达拉斯地区的凯勒市的市长帕特·麦克贵尔 和柯林斯市市长比尔·海德曼 分别宣布2020年5月13日为自己城市的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州 两位市长在褒奖中都赞赏法轮功学员 面对残酷的迫害所展现出来的决心与勇气 美国密苏里州圣彼得市颁发褒奖 宣告2020年5月13日为圣彼得市法轮大法日 美国马州·沃斯特市市长颁发了祝贺法轮大法日的褒奖 并宣布2020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 截至到5月12日为止 全加拿大有80位政要发出贺信 公祝法轮大法日或者法轮大法月 他们表示 法轮大法日对法轮大法团体来说 是一个意义非凡的重要节日 面对仍然蔓延的中共病毒大流行的肆虐和挑战 加拿大更需要勇敢坚强团结一致 这场健康危机也提醒了人们 法轮大法真善忍的重要性 他们还赞扬法轮大法能起无人心 还表示 希望法轮大法和平与和谐的讯息 持续发扬光大 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凯文沃 发来贺信说 法轮大法弘扬容忍和平和 大法的标准 真善忍已让全世界亿万人受益 让所有人都感受到起低 我祝愿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 平和并能起无人心 我要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表达我最真心的祝贺 公祝法轮大法传世28周年 德国黑森州最大的三个党派的9位议员致函 预祝法轮功学员即将举办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 圆满成功 德国金密盟党的黑森州议会主席 伊内斯科劳斯对法轮功学员 在中国的境遇非常了解 2020年5月5日 他发出贺信 表示金密盟的同僚们多年来坚持为制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而努力 他非常支持他们的工作 尽管这场让人悲伤和愤怒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在持续 他相信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和魄力 会在不久的将来让这场迫害停止 联邦议会议员 社民党黑森州议会副主席 海科霍夫曼在信的开头就表示 法轮大法的理念真善忍 是值得人类追寻的理念 他强调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必须结束 多位香港立法会议员 政要 区议员 恭祝法轮大法日 并对法轮功学员长期面对邪恶疯狂迫害 一直坚持真善忍的信仰理念 表示崇高的敬意 香港公民党主席自身大吕师梁家杰祝贺说 我在这里恭祝所有法轮功学员 希望大家学有所成身体健康 将真善忍发挥得淋漓尽致 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胡志伟表示 过去二十多年 法轮功学员受到非常严重的迫害 在抵抗暴政方面做了非常多 他说 我觉得法轮功学员的那种坚持 事实上我是非常佩服的 共产党当你用强硬的态度去对待 他会用更强硬的态度去回应 特别是如果跟他使用硬碰硬的手段 但是 一个柔性坚持以修炼 但又很坚定地去反对极权 其实 仅仅是这份坚持 已经是来得不容易的了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天津市武清区大检厂乡 法轮功学员高玉明 2020年2月9日 被武清公安绑架到武清区看守所 4月下旬 高玉明的家人去武清看守所给他送异物 被告知人已被挤持入监 遭误判6年 高玉明为人善良 2017年12月28日被国保绑架 拘保候审后被迫流离失所 江西南昌市法轮功学员滕茶英 严谨华被接持到江西女子监狱迫害 滕茶英被非法判7年半 严谨华被非法判刑5年 滕茶英60岁左右 家住南昌市八一广场附近 2018年被绑架 被依几个手机上 有一万多条告知民众 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电话记录 为所谓证据非法判刑 安徽马鞍山市法轮功学员周川英 86岁 王素华84岁 沈雪梅84岁 陈秀芳83岁 纪炎珠77岁等 4月24日25日 被花山分局国保大队 伙同派出所警察 非法抄家绑架 遭隔离审问 逼迫他们说出资料是从哪来的 每天白天审问后 叫他们的子女在限定的时间里去接回 第二天再送去审问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 5月10日 法国法轮大法学会通过网络召开了2020年修炼心得交流会 同时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公祝师尊华诞 有二三位学员交流了他们修去执着心的修炼过程 不少学员在交流中谈到 在磨难中时常会感到苦 可是找到执着后 去掉执着心后 却是只有修炼人才能感受到的一种喜悦 5月10日 加拿大首都沃泰华法轮功学员 在网络上交流了自己得法修炼的心路历程 并以这种特殊方式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表达对师尊的敬意和感恩 并祝师父生日快乐 5月10日上午 美国德州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的法轮功学员 在几个不同的练功点集体练功 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5月12日 初春的密西根州难得有了晴朗的好天气 中西方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特洛伊市的公园里合影 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学员们也各自回顾了自己的得法和修炼的经历 以表达对李洪志大师的感恩 瘟疫期间 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 不能像往年那样举办大型活动 但是在遵守政府的规定下 得到警察局的许可后 部分法轮功学员于5月3日在圣盖博士和罗兰港市 通过公法展示 驻真相长城打真相横幅 真相车队游行等方式 传播法轮大法好的真相 尤其是在瘟疫险情中告诉世人报平安的灵丹妙药 5月9日下午 丹麦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 铺开各种大法横幅及图片 吹起印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气球 摆放好各种语言的介绍法轮大法的资料 静静地向人们演示功法 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为了遵守聚集尽量不超过诗人的政府建议 当站在前排练功的学员达到诗人时 余下的学员就默默地站在离开一段距离的后方 澳大利亚墨尔本部分大法小弟子 以及家长和名会班的老师 在无法拍摄集体照的情况下 通过视频和贺卡 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尊表达最诚挚的感恩 沐浴在法光中 孩子们健康善良地成长 感激师尊的教导和保护 台湾台东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 5月9日来到台东海滨公园迎属之滨地标前 向师父祝寿并集体练功 向民众传递法轮功的殊胜美好 迎着碧海蓝天 学员们双手合十 齐声恭祝师父生日快乐 感恩师父红传大法 犹如曙光照亮环宇 给世界带来光明与希望 5月10日早晨 台湾嘉义县市 云林县部分法轮功学员 在嘉义市香湖公园 集体练法轮功五套功法 庆祝法轮大法日 活动最后 全体学员双手合十拍照 恭祝伟大的李洪志师父生日快乐 感恩师尊导慈悲久度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 吉林省辽安市东丰县多名反轮功选 被骚扰情况 4月中上旬 吉林省辽安市东丰县多名反轮功选 被骚扰迫害 许多反轮功选接到骚扰电话 被要求签不练功的保证等 还有要求去派出所和社区签字的 还有到家里骚扰的 参与迫害的是吉林省东丰县610和政法委人员 以及公安局和各派出所及街道社区人员 他们以法轮功学员家人的前程 和本人的退休金或工作及工资等条件威胁 迫使家人们参与作恶 目前 已知被骚扰的学员中 许多人只是早年看过大法书 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刘爱军被绑架 2020年5月10日上午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法轮功学员刘爱军 在大吉讲真相时遭恶人构陷 被锦州市女儿和派出所警察 绑架到派出所 至当日下午2点多 刘爱军仍被非法拘禁在该派出所 刘爱军女60多岁 1995年 她的丈夫在一次工伤事故中 双目失明 时到切除 后来精神也不太正常了 沉重的负担使刘爱军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 因为喜得大法才使她恢复了良好的身心状态 家庭也和和乐乐 刘爱军的丈夫全靠她悉心照料 在街坊邻居中 刘爱军的口碑非常好 重庆某县一居委会骚扰法轮功学员 4月底 因为临近425 习党又以所谓的敏感日为借口 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 重庆某县的一居委会找到辖区的法轮功学员要求签字 还威胁说 如果不签字 派出所的人马上就来 法轮功学员告诉居委会书记 前几天破碍法轮功的610头子孙力军都被抓了 你不知道吗 这就是破碍法轮功的报应 你们还不醒悟吗 难道你们非要像孙力军一样被抓起来才甘心吗 居委会书记一听后 马上态度变了 说 你愿签就签 不愿签就算了 不强迫你 说完就走了 4月19日 公安部副部长兼610办公室副主任 国保局局长孙力军落马 孙力军的落马使一些参与迫害的人受到很大震慑 山东昭远市法轮功学员刘书兰被全山派出所绑架 当天回家 5月10号上午10点钟 居住在昭远市区的72岁的老年女法轮功学员刘书兰老人 在市区一公交车站点讲真相 被昭远市全山派出所警察绑架 拉到全山派出所非法关押 到中午时 在刘书兰老人的几次要求下 派出所才打电话通知了家人 随后家人去派出所累直气壮地要求放人 下午5点左右 刘书兰回到了家 期间 派出所警察非法抄了刘书兰的家 抄去了多本大法书 河南省郑州监狱九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 河南省郑州监狱九间区一分监区 2020年3月5日晚上9点左右 刑事犯骨干曹宇对法轮功学员王传涛 拳打脚踢 有监控视频为证 之后 监区警察为处罚行凶打人者 却让王传涛卸检讨 4月2日早上6点35分左右 曹宇再次殴打王传涛 扇起耳光 有监控视频为证 之后 监区警察对曹宇为处罚 几天后将王传涛调出一分监区 调入二分监区 据说 曹宇的后台保护伞 是监区警察刘登博干事 2019年10月 由于法轮功学员王吐成 11月即将出狱 他一直未曾转化 写四书 分监区长朱镇 安排刑事犯张建峰 张希更 王海军等 利用狱内监控盲区 对其威胁恐吓 逼其转化 严正声明 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 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 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 本周255名大法学员 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 全部作废 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 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134名觉醒世人 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 所说 所做 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 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好 支持法轮大法 弥补过错 明真相世人 公主李大师生日快乐 并表示 瘟疫肆虐中 我们没有恐惧 黑龙江哈尔滨市 明真相的世人 公主李大师生日快乐 我们是大法弟子的家人 在当下瘟疫肆虐全球的劫难中 我们没有恐惧 心里很踏实 因为明白大法真相 早已声明三退保平安 经常敬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并支持和保护亲人修炼大法 从而受益得福报 我们全家四十同堂 三十几口人 上游九旬老人 下至几个月的幼儿 分居各地区 还有居住在 疫情高危环境中的人 幸运的是 在李大师的慈悲保护下 使全家人都没有感染武汉肺炎 都平安健康 无限感恩李大师的 慈悲救度和保护 长春市民 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 我是长春人 今年4月23号 我突然发高烧 浑身打冷战 哆嗦成一团牙咬得很近 妻子是大法弟子 他叫我赶快诚心敬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他说现在疫情还很重 不能去医院 家里没有退烧药 告诉我九字真言 是灵丹妙药 妻子大声念 我在心里默念 没想到不到半小时 我就完全好了 我心里无比感谢李大师救命之恩 恭祝李大师生日快乐 河北省唐山市 丰润区大法弟子家属 恭祝李大师生日快乐 我妻子是修炼法轮功的 从武汉疫情一传出 一直到现在 每天都走出家门 告诉人们 三退脱离中共 就能保平安 常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遇难成祥 面对形势严峻 和共产党的打压 他不惧怕 不恐慌 能放下生死 妻子和所有大法弟子 能有超凡的高尚的品德 让我很感动 也让我看到了人类的希望 我知道这一切 全归功于李大师 在李大师的慈悲保护下 我们全家都很平安 在这次疫情中 有个鲜明的对比 使我真正的明白了真相 毁人的是共产党 救人的是大法 是大法师父 是李大师给人类带来了光明 带来了希望 是千千万万个家庭 得到你的保护 躲过了各场大灾难 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村长与大法弟子同喜同贺 世界法轮大法日 我是湖南省靖州县的一名 现任基层村长 在这次疫情防控期间 我参与了部署 封村封路的具体工作 将宣传标语和横幅 进行了全村无死角的全覆盖 临时搭起了帐篷 作为出入关卡 两旁地上插了两面血红的党旗 不准村民随意出入 出入平出入证 外来人员要进行实名登记 在微信群 我每天关注国内外的疫情变化 我相信党领导的这场 疫情全民防控阻击战非常有效 一个月前 在村口葡萄园旁 我和村委会的主要成员 偶遇一位能翻墙了解真相的个体老板 因店铺不能营业 他便和村书记闲聊了起来 他一开口讲 对疫情的看法就和我们截然不一样 一位村委会成员 马上就想要说服他 要与党保持一致 他却让我们先听听他的看法 我们静静地听他讲了三十分钟 没想到 他就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看法 真让我有如梦方形的感觉 我原来就非常喜欢看新唐人电视新闻 特别是他的评论节目 幸运的是 这次的中共病毒一事 让我看清了中共的邪恶与疯狂 就凭共产党我已看完 我相信 中共病毒只会让天灭中共的战股 勒得更像 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清算与追责 只会一浪高过一浪 时值2020年5月13日 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 我希望良知尚存的善良民众 都能够抵制和远离中共 从而得到大法的服幼 而远离中共病毒 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同喜同贺 世界法轮大法日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 成念九字真言 快速从武汉肺炎康复 美惠记者德龙法国巴黎报道 越南裔法轮功学员土安居住在法国巴黎 修炼法轮功仅一年时间 在中共病毒造成的武汉肺炎蔓延全球期间 他的姑姑 他的访客 和他的叔叔的好朋友三人 都感染了中共病毒 又通过承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这九字真言 而迅速得救 土安由衷地感动 非常感谢李洪志师傅的慈悲解救 下面是他对记者讲述的 这三人得救的经历 1.半昏迷的姑姑转威未安 第一个被救的人 是我的姑姑温提红绰 2020年3月末的一天 我们住在法国和越南的家人 焦急地互相打电话 询问姑姑温提红绰的情况 我的这位姑姑今年78岁了 住在巴黎 已经被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 持续高烧不退一个多星期了 他的儿子一直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亲戚们 现在人已经进入昏迷状态 住进了急救室 我知道这个消息后 第一时间就给陪伴姑姑的表弟打电话 并传送给他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 让他立刻播放给姑姑听 还让他帮忙给姑姑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我告诉表弟 这是最有效最简单能救姑姑的办法 表弟马上按照我说的去做了 我心里还是不放心 想办法 一定要让姑姑听到我亲口对她说 效果会更好 可是处于疫情隔离期 不允许我们去医院见姑姑 她又处于昏迷状态 怎么办呢 我决定直接把电话打给姑姑试试 于是我心里求师傅帮忙 电话接通了 没想到姑姑当时略被清醒 居然接了 我大声地告诉她 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静心听师傅讲法 安心休息 电话的那头只能听到姑姑 微弱地 恩恩地答应着 奇迹出现了 第二天早上 姑姑被感染的症状就都消失了 她居然给我打来电话 聊了二十分钟 姑姑说 以前你们一直劝我看转法轮 我都没有看 现在你放心吧 我一定看 几天后 姑姑就出院回家了 现在我姑姑开始读转法轮了 她说等禁足结束后 要去参加集体练功 二 玩具熊出院了 第二个人是沐元彤先生 我的一位房客 四月的一天 房客沐元彤先生 用虚弱的声音给我打电话 要求我过去将浴室里墙上的洞堵上 她说是因为从那里进来的冷空气使她生病了 尽管是禁足期间 我还是快速地赶到她那里 当我到现场一看 那个所谓的洞是通风换气孔 而且外面还有枫叶挡板 这个洞不可能使她生病 我来到访客的床前 看到她躺在床上 戴着羊毛帽子 盖着被子 她蜷缩着身子 就像一只毛绒玩具熊 我看不到她的脸 但听出来她的声音是颤抖的 她在发烧 卧室暖气开到最大 热得像蒸笼 但她自己却仍然感到非常冷 躲在被子里发抖 她说夜里就感到身体很虚弱 曾打了急救电话 救援的人来了 给她吃了退烧药后就离开了 她的烧却一直没有退 我留下来照顾她很久 并给她讲法轮大法如何好 我并没有因为她在发烧而感到害怕 我和她讲述了自己的修炼故事 那年我修炼法轮功才几个月的时间 新年之际回越南与家人团聚时 我的母亲居然认不出我了 说我变得年轻漂亮了 在离开访客之前 我在纸上为她写下了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嘱咐她要一直念 会有转机 那天我下午5点离开了房客家 第二天中午 我带着法文版的转法轮 再次来到房客家 当我进入她的卧室时 发现暖气关小了 房客镇定地躺在床上 一个被子摊在椅边 另一个被子盖在胸前 她说今天早上感觉很好 出去买了矿泉水和食物 我感到非常吃惊 这是真的吗 这就是我昨天下午见到的那只冷得发抖的玩具熊吗 她说整个晚上都在念诵 我给她写的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现在她好了 当天下午 因为有点可写 她还是不放心 去医院检测 去医院检测 结果显示她被中共病毒感染了 我告诉她不要担心 继续诚心念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 第二天 中共病毒的症状全部消失了 不再发烧 也不可血了 两天后 医生让她回家了 第一时间 她就打电话告诉我 她出院了 现在 她也开始读转法轮了 禁足结束后 她准备和我学练 五套功法 第三个人 是我叔叔的好朋友 年图泰先生 我们这个大家族中 有二十多人在练法轮功 平时我们都会向那些 没有开始练法轮功的家人 介绍功法 特别嘱咐他们要记住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这九字真言 可以救命保平安 我的叔叔今年79岁了 他也知道九字真言 就在疫情扩散 很严重的四月的一天 叔叔打了电话 说自己的好朋友 年图泰 不仅患上了喉癌 而且还染上了中共病毒 正处在一个 非常危险的时期 他向我要九字真言的 具体内容 想救这位朋友的命 我笑了 因为我叔叔早就知道 九字真言的内容 在他们的手机里 邮箱里 都存着呢 他会忘了吗 没有啊 原来叔叔之所以 再一次向我要 是因为他相信 法轮大法弟子 亲口说出的这九个字 会不一样 但有慈悲的场和能量 于是我大声地给叔叔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让他告诉那位朋友 成心念就好使 第二天早上 年图泰先生 给我叔叔打电话来 表达谢意 因为他感觉好多了 两天后 病毒症状就消失了 医院允许他回家了 结圣缘 新学园 感恩师父救度 22岁青年 严重乳疮 修炼大法后 三天解家 山东昭远市 母子新学园 公祝师尊 生日快乐 公祝世界 法轮大法日 我是2008年 开始修炼 法轮大法 儿子今年22岁 去年 儿子因严重痛风病 不能动 身上长了严重乳疮 多方治疗无效 走入了大法修炼 自从一开始学法 他就感觉到了 身上有法轮在转 身体一天一个样 迅速恢复了健康 入疮三天就结家 烂了一年的脚趾头 也都很快长好了 所有的关节疼痛 都从脚关节处 推出一些飘零 创造了痛风病 痊愈的奇迹 辽宁省大连市 医老年大法弟子 并代表心绪员 感谢大法 恭祝师尊生日快乐 我是大连医老年大法弟子 按照师尊的要求 做好三件事 在给一个六十多岁的男士 讲真相三退后 给了他真相资料 他回家看后 觉得大法太好了 就在我讲真相的地方找我 要学法轮大法 我又给他请了转法轮的书 这样他开始学大法了 这是他写的感谢大法的话 我是法轮大法的新学员 以前多年受严重哮喘病 和小妇肿瘤病的困扰 苦不堪言 自学习和修炼法轮功后 我的这两大疾病 竟然奇迹般地消失了 因此我深深地感谢 李洪志大师的法轮大法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吉林省辽原市东风县新德法弟子 及全家感恩师父 感谢师父几次救弟子性命 在邪恶压力下 虽未修炼 但很支持大法的子女对我说 妈 师父让你身体好了 你不证实法 对不起师父 全家人在我身上 亲见大法神奇数次 为此 我们全家以不同形式 做着救度众生的事情 感谢师父 让弟子有这样好的环境 学法修心 做好三件事 有条件能救度众生 完成使命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 人民不是冰冷的数字 作者志炎 一位中科院医学专家称 西方国家可以五分钟之内 迅速检测武汉肺炎 中国目前的检测时间 准确度差距很大 因此导致无症状肺炎 大量存在的可能性 他指出中国科研投入不足 疫情在美国突发之后 短时间内数次更新检测技术 快速便捷 人们在超市都可以进行检测 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 这种大面积的快速排查 可以让没有染疫的人尽快工作 减少社会停摆带来的损失 如果说美国的经济实力较强 那么为何韩国等国家爆发疫情时 也是如此 听取专家意见进行大规模检测 并且迅速隔离病人 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但社会并未停摆 虽然中共极力宣扬大国战役的成功 但实际上都明白付出的是怎样的代价 有时之事称 中共在抗疫中主要用的是 一刀切的行政手段 虽然采取了健康码 但其实只能监视人去了什么地方 而不能识别人是否健康 而且全国的阴形阳性检测数量有限 所以至今不敢说抗疫胜利 第一部分 人民愿意牺牲 还是谁想牺牲人民 面对公共卫生灾难 政府救灾 保护人民的生存 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然而 中共无意投入更大资金 研发新的检测技术 也无意给更多的人进行免费检测 而将大量的财政资金 用于维稳监控 及铺天盖地的舆论战 煽动社会的反美情绪 面对全世界对中共隐瞒疫情的追责 中共开始把武汉肺炎 中共病毒源于美国 在全社会散播 从小学生课堂到自媒体引导 以致央视点名谩骂 近日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刊文 中美若开战 人民远牺牲到底的言论 该媒体总编胡锡进甚至喊出 中国需要在极短时间将核弹头数量 扩大到千枚水平 一千枚弹头 还称 也许过不了多久就需要应对挑战 激进的好战言论一出 即引起网友抨击 有人说 人民不包括我 我不能承受我和亲友遭受核辐射的损失 人民活着就不容易 还动不动就拿来牺牲 一些人享受特权的时候 从来没想到人民 当需要有人付出生命的时候 就想到了人民 在这些人眼中 人民还是人吗 让我们的孩子在核弹头上写作业吗 中央办公厅副研究员吴家祥痛斥 这样的报纸应该注销 以国家的名义让人民牺牲 听起来高尚大义 但又能欺骗谁呢 世界上凡是文明的国家 首先想到的是 如何保护人民 而非牺牲人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600万英国成年男性奔赴战场 死亡率为12.5% 而当时的英国贵族学校 伊顿公学的参战贵族子弟 死亡率高达45% 这些担任军官的人为何死亡率远超士兵呢 因为他们身先士卒 冲锋在前 二战时英国有个钉字户不肯搬迁 导致英国军用机场无法修建 全国一片责骂 首相丘吉尔知道后却说 我们和德国人打仗 就是为了保护合法财产不受侵害 强拆了他的家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战后的日本小学 火食由政府提供 这已经成为制度 校长老师和学生都吃一样的饭菜 但校长是第一个吃 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权 而是第一个试吃 以免食物质量有问题 真有问题 第一个送医院的就是校长 但是共产主义国家往往不把人当人 斯大林曾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场悲剧 数百万人的死亡 则是一个统计数字 无论过去 现在 将来 共产党从来不会把百姓放在眼中 从来不会把人民的生命当回事 漠视生命历史上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第二部分 毛泽东说 大家死不如死一半 1956年 毛泽东从莫斯科回来后 开始了赶超英国 美国的计划 发起大跃进 农民不重粮 而是跑去炼钢铁 修水利 结果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 在1959年3月25号上的上海秘密会议上 在1959年3月25号的上海秘密会议上 要高征教粮食 有人担心会饿死人 毛泽东说 大家吃不饱 大家死 不如死一半 让另一半人能吃饱 1959年3月 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 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 所有未经许可及离开乡土 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 这份文件口气强硬 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 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 遣返 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 由中央文件做医事 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鸡民外出盲流 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 大饥荒期间 面对鸡民成批成批的死亡 许多地方政府下令 人死不准哭 不准待笑 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 看到饿死者的死人堆时 极其不屑地说 人要不死 天底下还装不下呢 人有生就有死 那个人保不准 哪天就死 这些因抵制人民公社 抵制大跃进 抵制共产风 抵制吃食堂等等行为的人 给他们带上新生的反革命 和坏分子帽子 到1958年底 仅安徽省一地 地主 富农 反革命 坏分子扩张到71万多人 这些被打入令策的人 在农村任人宰割 也是饿死最多的群体 到1979年 为全部死类分子摘帽时 安徽只剩下29万多死类分子 这就意味着死了42万死类分子 绝大多数是在大跃进时 被整死 饿死的 而毛泽东也在1958年12月9日 大放厥词 毛对八戒六中全会说 人要不灭亡 那不得了 灭亡有好处 可以做肥料 第三部分 中共防疫只管控制 不管人命 在武汉肺炎中 中共各级政府的防疫文件 都披露了一个共同点 暴露了中共防疫的重心 是控制 而非救治 例如湖北省防疫指挥部 2月19日的《督查日报》披露说 校感是安禄市赴城街 解放社区居民留意反映 其母亲患急性肾结时 需紧急送医院治疗 拨打96120电话 工作人员让他去找社区 社区要他去打96120 两边互相推诿 安禄市府城街 洪庙村居民反映 该村用铁丝网隔离后 六天以来 再无工作人员跟他们联系过 存在一格了之的现象 这样的情况 汇报在武汉疫情高峰期 极其常见 下级工作人员 如实反映存在的问题 然而上级如何回应呢 中共各级防疫指挥部 都从未切实回应 如何解决民众的生存难题 而都只是强调 加强社会面管控和舆情管控 例如 紧盯信访重点人员 和重大利益受损群体 严访重点人员 及重点利益群体 在疫情防控期间聚集滋事 世卫宣传部 是公安局进一步加大舆情管控 对设议不当言论 造谣传言人员 坚决从快从重打击 湖北省公安厅 在2月21日第30期 2月22日第31期的 疫情防控工作简报中 披露了公安部门是 中共疫情防控 狙击战的主力军 生力军 其主要任务是 做好社会面吻控 重点部为安保 第31期简报 在网络舆情导控情况 部分提到 共封堵删除各类 敏感有害信息 3295条 组织发布正面引导贴文 20万余条 发现并查处谣言信息 637期 批评教育 628人 尽管第30期防控简报 在社情民意和风险预判 部分中提到 当前以下问题较为突出 一是群众生活物资匮乏 部分居民家中 灌装煤气用尽 婴儿奶粉尿片短缺 二是群众出省 返港医院 愈发强烈 反映基层设置障碍 无法办理通行证件 亦引发不稳定因素 但公安厅显然是 把民众遭受的这些苦难 视为无需打理的风险 因此公安厅全力以赴 占疫情互稳定的工作打算 具体包括 一是继续加强社会面 巡逻防控 二是继续强化党政机关 医疗机构 集中手指点 原恶人员驻地等 重点部位安保 三是继续强化 网上巡查和重点人管控 密切关注造谣煽动 攻击抹黑 捣乱破坏等动向 严防现实危害 四是深入研判 摄稳风险 提前谋划应对疫情中后期 可能发生的摄稳事件 五是完善工作机制 汇集多方数据 建立研判模型 六是深入细致开展流调工作 千方百计 切断传染源 七是都岛各地 做好外省支援警力后勤保障 工作安排等相关准备 八是加快湖北省疫情防控车辆通行证信息管理平台 建设进度 细数湖北省公安厅的这八大任务可知 除了重点保护党政领导和医疗 集中隔离点的安全外 公安部门的工作主要就是一件事 控制包括染病和健康人群在内的所有民众 但是对于如何解决民众被封城封门后的生活 甚至生存困难 湖北省公安厅的防疫报告只字未提 封锁真相控制言论 依然是中共防疫宣传工作唯一的中心 5月8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 刊发评论员文章宣称 中共防控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并提前交出中国答卷 如中国病毒传染人口不到0.006%云云 5月9日身在北京的大陆原卫生高官 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炳忠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对于中国病毒传染人口不到0.006%的问题 该数字真的无法接受 谎言成性的中共继续在假恶斗的陌路上狂奔 殊不知其面临的结局早已被智者的洞见所签定 早在2018年5月 《九评》编辑部发表了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 书中写道 今天的中共正是世界的邪恶轴心 是全人类的敌人 如果世人不能蒙醒 反制中共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 中共将给世界带来灭顶之灾 未曾想仅仅在两年之后 这样的预言在武汉肺炎中共病毒中成为现实 未来在哪里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指出 今日的中国和世界都处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对中国人而言 背负重重血债的中共早已没有改良的可能 没有共产党 中国会更好 去除共产党这个毒瘤 未来的中国才会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对世界各国人民而言 中国是东方的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 没有了共产党 中国会成为世界文明的正常一员 其人力资源 物质资源 和丰富悠久的传统文化资源 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 从司徒雷登到蓬佩奥 谁说真话党骂谁 作者 书桌 近日 中共开动官宣 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展开轮番谩谩 谩谩有别于批判 后者需要逻辑与证据 而前者只需要与文明相敌对的无耻 与流氓精神即可 说谎有时还是需要智商的 但谩骂全凭放大音量 耍坡骂街 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 司徒雷登是大陆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 这源于毛泽东1949年89月间 连续发表五篇攻击美国政府的文章 其中一篇的标题叫 别了司徒雷登 毛党魁在这五篇新华社社论里 把当时的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 司徒雷登 骂成滚蛋大使 从此 司徒雷登在中国人的眼里 就成了美帝侵略中国的爪牙 中国人民的敌人 真相却截然相反 第一部分 司徒雷登说 共产主义是一种恶魔的制度 司徒雷登 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 父母是传教士 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 他曾描述自己 我更像一个中国人 而不是美国人 在中国年长者们的记忆中 司徒雷登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1918年 他受邀国民政府 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这位中西合璧的教育家的理想 是要把燕京大学 打造成中国的哈佛耶鲁 在燕京大学33年的校史中 培养出了许多大师级的学术人物 如钱牧 杨将 费校通等 1952年 随着燕京大学被中共拆解 合并到北大 清华 中财大等院校 其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的校训 亦浑散未名湖 司徒雷登是基督徒 同时也从小熟读四书五经 他对中国传统神传文化 有着独到的认识 在司徒雷登回忆录 《在华五十年》中 他曾这样描述 中国传统的文学的核心 指出了人要与宇宙道德秩序的相互和谐 长期的阅读除了加深我对中华文化的敬重外 也陶决了我的性格 并让我对神的信仰更加坚定 对于神的笃信 使他对共产主义 有着比同时代的人 更为清醒的认识 他在《回忆录》中 有着极为精辟的论断 共产主义是一种恶魔的制度 他们否定神的存在 也否定人有灵魂 他们宣布一切事物都是物质 一切的行动都是唯物主义 他们强迫全人类接受他们 并运用武力及欺骗手段达成其目的 共产主义要吞噬一切 以达成自己的生存 它的欲望永无满足之日 任何善意与温情 都不可能改变它的态度 对于这个扰乱世界的恶魔 我们必须全力阻止 斯图雷登对于中共非中国 窃政后的中共奴役中国人的恶行 同样有着惊人的认知 中共政权是苏俄共产集团的一部分 他们将中国的民众关押在铁幕中 并将之成为赤化世界的帮凶 以侵略者的姿态 侵犯了一个个邻国 对于二战后雅尔塔会谈 与波茨坦公告中 美国政府向共产主义妥协 而达成的对中华民国不利的结果 斯图雷登十分失望 他曾建议美国对华外交政策 是要坚持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承认 而不是对中共的承认 并警告美国政府 任何外交政策 切莫受到利益交换 以及虚伪不实的承诺 一切政策应当建立在我们的立国基础及精神 因为这是神给我们国家的使命 斯图雷登对中共清醒的认识 影响了美国国务卿爱奇逊主导编写的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关于1944至1949年时期 简称美中关系白皮书观点基调 爱奇逊说 今后美国必将不再支持大陆上的政权 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 要亲笔连写五篇反美西文 且把谩骂斯图雷登为滚蛋大使的真正原因 别了斯图雷登 后来成为大陆中学语文教材的重点教学内容 一代杰出的教育家、外交家、神的信徒 在整个半个世纪的中国人眼里 变成了反动典型、人民公敌 第二部分 蓬佩奥与班农戳穿魔鬼的画皮 中共近期在央视三次用野蛮的攻击性语言 谩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背负四宗罪、突破做人底线 并定义它为人类公敌 法广称 自中美八零年代建交以来 蓬佩奥可能是第一个如此遭遇文革模式抨击的美国国务卿 为何? 有分析认为 这与这位国务卿毫不犹豫地担当特朗普总统的鹰派 记录北京隐瞒新冠疫情真相一马当先有重大关系 4月29日 蓬佩奥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 中国共产党现在有义务向世界说明 这一大流行病如何从中国蔓延到全世界的 对全球性经济造成破坏 中共现在仍在继续进行掩饰和迷惑 它们持续向世界发出威胁 而我们要把事实查个水落石出 不仅仅是为了当前疫情 还是为了将来这种事情不再发生 5月3日 蓬佩奥在接受IBC的This Week节目采访时说 我可以告诉你 有大量证据表明 这病毒来自武汉的实验室 蓬佩奥还向该媒体揭露了 中共掩盖疫情的手法 我们已经看到 他们把记者赶出去的事实 我们还看到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那些试图报道此事的人 中国的医疗专业人士被噤声 这些威权政权所做的一切事情 共产党的运作方式 这是一个经典的共产主义虚假宣传 无独有偶 5月3日 中共央视瑞平 又向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 开火谩骂 称班农为顽固反华分子 中共的手法还是那一套 只公布罪名 不敢向国内展示罪证 中共不敢向国内民众公布的是 蓬佩奥与班农 都是能正确区分中共与中国的人 他们的观点代表了美国的精英阶层 美国无论左右两派 目前在反共的问题上是一致的 就连亲共的基辛格 早在2019年 也不得不沮丧地告诉中共 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班农近日在 America's Voice News Network直播节目 War Room战情室中 提出冻结中共领导人在美国的数百亿资产 用以赔偿这场全球瘟疫的死难者 班农说 我一直都在说 中共才是我们的敌人 中国人民不是 中国也不是 而是中国共产党 他们就是一个黑社会 尽管看起来精明 中共附体了中国人和中华民族 借掩盖武汉肺炎疫情 而祸害了全世界 却被蓬佩奥与班农公开揭露 剥了话皮 中共能不急吗 中共百年恶贯满盈 武汉肺炎天心债 天灭中共无悬念 谩骂救不了中共的命 各位听众 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 《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